各位錶迷你們好 今天我又很遠來到這個新都會廣場 葵坊的新都會廣場 大家都知道外面 沒錯,我便去MIRROR INTERNATIONAL 即是DOXER 以及COINWASH的代理 還有BJUMONT 我上次介紹隱世錶行 也介紹過這個地方 雖然這個不是錶行 而是showroom 但裡面的錶 真是很強勁的折扣 所以我介紹過後 很多錶迷都蜂擁而至 不過當然最好 大家記得這個始終是辦公大樓 所以最好是office hour來到 而且最好可以看看描述 先打個電話來 先預約 看錶看舒服一點 但我覺得今天面前有很多美錶 我稍後介紹一下 但我感覺到我旁邊站了一個美女 為何會這樣?是誰來的? 你為何今天這麼厚化? 哈哈 你是誰來的? 你從來沒有見過我的美女 哈哈哈哈 原來剛好又可以拍完一集 《太愛標》 我忘記第幾集了 很久沒拍過 我忘記了數目了 今天我太太也在我旁邊 最好因為我們有男裝和女裝的手錶 是啊 你知不知道這個牌子嗎? 《Doxer》 聽說 是啊 《Doxer》出名是潛水錶的 嗯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這些很漂亮的手錶 還有斯文大方 還有有男裝和女裝 所以真的很開心 你剛好又在這裡 為什麼你今天在這裡? 你叫我上來 是啊 沒錯 選一張錶 你說送一張錶給我 是啊 我說送一張錶給你 難道就是這張錶? 呃 看 是 或者我們 大一點點眼花撩亂 是因為太多了 是啊 因為大家現在看不到 其實我們就是在這個showroom裡面 所以叫showroom當然是很多錶 所以真的眼花撩亂 不過我們現在先看著這盤錶 嗯 那這裡就有男士有四隻錶 當然我一看我就看到這一隻 很吸引到我 它的香檳金色錶麵 好 看得清楚一點 香檳金色錶麵 或者我量度給大家看看 目測就像40mm錶徑 對了 差不多是40mm錶徑 厚度呢 就是 看看 也挺薄的 11mm 也挺薄的 斯文 脫脫就是48mm 不夠50 所以這隻錶其實都很適合日常的配戴 那這隻錶最吸引到你是甚麼 你看看 嗯 不好意思 是 是 我給了一些女壯錶 加著 是 你繼續 這個香檳金 你看看 香檳金 香檳金是挺漂亮的 因為我第一個手提電話 都是香檳金色的 是不是Nokia 你現在的 是 是 82100 我忘記了 又是82100 又是大學 人家猜到你幾歲的 這樣搞法 是 自己一年 是 我都不知道甚麼叫82100 是否這個 82100是否機心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是 我都不記得 總之是Nokia 是啊 你看看 其實我經常都是那句 你的錶越簡單 其實你做就更加花心思 即是怎樣去減弱之中吸引到別人呢 我們先看看那個計時 它有星期日曆 現在有三針 我現在退出一格 先教一下甚麼 現在順時針退出一格 就教日期 即是 逆時針 就可以教到星期 或者 Friday Saturday Sunday 沒錯 星期日 星期日 是的 算了 只是這樣教一下 退出兩格 就有停秒功能 有hacking 那你就可以教這個時間 那這個機心 就是SW200 POWER RESERVER 大概40小時 大家 都見慣見熟 總之 這支錶 就是 Doxa 就是瑞士手錶 SWISS MADE 又用瑞士機心 還有這個香檳金色的面 我再放大一點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看到那個小時刻到下面 好像凹了下去 有一個圈 凹了下去 它好像叫做火 火坑 不是火坑 不知道叫做火山坑 還是火 總之有一條坑 OK 又不是中坑 是的 那它寫著 automatic 自動機心 所以這支錶 你看看 是藍寶石上的錶鏡 就是防刮花 然後 你看看 它旁邊 它是縮了下去 令到你的視覺效果不會太厚 你看看 這裡是滑了下去 所以你戴上手 就不會太大隻 那你旁邊看 亦都是靚仔 是的 你覺得 它視覺效果比較好 是的 它這個就沒有特別有pushes 那就是friction 那你就要拉開它 OK 拉開它 然後 又看到這個機心 這個機心 這個機心 是的 這個機心 看看 它寫著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SW-200的機心 那就是Sanus Steel 50米防水 是的 50米防水 降大 星期日曆 三針 還有靚仔 對不對 好像我這樣 當然 雖然大家看不到我的樣子 自吹自擂 是嗎 好 戴上我七吋的手腕 你看看 合不合我 如果合適 你可以買給我 既然這杯子那麼便宜 是不是 你還要哄我 買杯子給你的 原來 被你發現了 被你發現了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戴上我七吋的手腕 這杯子 40mm就不會太大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這顏色 如果大家 未必很喜歡香氛金色 有什麼顏色選擇 我給大家看看 有白色 有金色針 金色小時辣度 有這個 黑面 再加銀色 這些 我想是更加靜路 更加 應該都不會出事的手錶 是嗎 然後呢 還有黑白面 還有這隻 原來有兩隻白面 看清楚 兩隻 有這兩隻白面 那隻是橡牙吧 是不是有 有點不同 有些顏色 是啊 還有這個用金色的 小時黑度 紫芯 這個銀色 最低調就是這隻 是嗎 是 這隻就更加鮮 一點 如果大家喜歡黑色 可以選黑色面 或者如果大家 像我一樣 喜歡這個香檳金色 可以選那隻 我也是喜歡香檳金色 多些 你覺得哪隻配我多些 好老實說 我是比較低調 我覺得這隻比較好 你不喜歡 你喜歡這隻多些 對 我喜歡橡牙 很優雅 你喜歡這隻多些 對 比較優雅 比較優雅 我知道了 你其實也很悶 你想看女裝標 OK OK 我現在給你女裝標 你看看 看完男裝之後 已經悶到我太大抽筋 或者要看女裝標 女裝標 有兩款 真的很漂亮 其實老實說 很特別 老實說 雖然我是男人 你也知道 我覺得 好像女裝比男裝更漂亮 好像 特別一點 我未見過用珍珠組 那些黑色 你也知道 看看 標竟是36mm 其實以女裝標 是比較大一點 36mm 或是差不多 36mm 標竟 11mm 厚 也不錯 也不太厚 而 女士標 我少量度 不過也量度 標2至標2 是42mm 這隻標最吸引到你 那些是甚麼 那些珍珠 因為我最喜歡珍珠 你覺得哪些是珍珠 你覺得哪些是珍珠 你不是當我弱智嗎 外面 標1顆顆 那些 就是珍珠 其實剛才我問 我問了 這裡的負責人 問題 這些珍珠 本身是這麼大顆 還是你批出來 磨到這麼小顆 究竟 因為 它現在最難做是甚麼 或者先說這件事 這隻標是石影標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標是石影標 女士的石影標 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最重要是漂亮 這隻標沒有鑽石 你也喜歡嗎 對 因為很特別 因為鑽石 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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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是這樣的設計 但是珍珠 我是第一次見過 這些其實是珍珠 還有我剛才說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首先是否真的 還有第二 是否真的這麼小顆 是批出來的 這些是珍珠 都沒有這麼真的珍珠 即是原本已經這麼小顆 還有原本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要找到幾 你要怎樣才能找到 原本是這麼小顆的珍珠 而且每顆都是這麼小顆 是的 很難的 即是要搜集珍珠的難度 就是 即是你搜集 可能你搜集100顆珍珠 那你要找到10顆 是一模一樣的 你都未必這麼簡單 你又要知道 它們真的這麼小顆 可以去看 是啊 所以 真是嘆為觀止 我的珍珠 還要粒粒都是 我不知道你 你真的量度是否一樣 但起碼我肉眼看起來是一樣 是的 還有它是Swiss made 瑞士製 還有一個錶面 你看不見到 你看不見到 我現在反一反 那些光 你看不見到 嗯 好像有些北極光 你看不見到 是 其實這個錶面 不是這麼簡單的錶面 是 它是很呼應到這隻手錶 背墓面 背墓面 沒錯 這隻錶 所以整隻錶 真是珍珠都沒有那麼真 它本身是有12顆珍珠 之後 錶面做了背墓面 嗯 還有 你看不見到 這裡有一個龐 在這裡 是的 還有中間那個 是 日力槍 原來 嗯 可以攪一攪 雖然這隻是 石英錶寶都可以攪一攪 你看看 你看不見到 現在的日力在動 是啊 是啊 所以 其實我本身不太喜歡日力 我覺得是破壞了它的錶的 平衡 美感 但是它現在很巧妙地 將日力隱藏在這個龐裡面 變成它本身的一顆珍珠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 真的要給它一些分子 這個設計 嗯 加分 真的要加些分子 真的 我們看錶尾看很久了 看看其他東西 你看看 看看還有什麼 嗯 是啊 那條帶也要看一下 那剛才那些是五珠帶 那這個就不是了 那看一下 就是剛才那隻不能按鍵 但這個反而有得按鍵 藍裝不能按 這個反而有得按 這個有個Double Pushes 還有底部 你看一下 你看看多漂亮 那個底部 是 是啊 藍寶石水晶錶鏡 然後呢 SWISS MADE 就好像有一個寶藏箱 100米防水 喂 這隻錶原來是100米防水的 是 剛才那隻反而50米防水 然後還有呢 這個很漂亮的 寶盒 寶盒 好像有鑽石 打開之後轉 是啊 是啊 喂 其實呢 我真的真心說 這隻好像比藍裝更厲害 不過 這隻呢 就是 醒標來的 也沒有所謂 因為我喜歡醒標多一點 是啊 我也知道 你不如來試試戴上手 好 是 因為方便嘛 不用我常常教時間 OK 好 好 嘗嘗 戴上你 五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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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五吋半 我記得 戴上你五吋半的手腕 這隻錶 本身跟你戴得差不多 是嗎 差不多 是啊 那你覺得感覺如何 挺好 我喜歡珍珠 是 但還是那句沒有鑽石 不要緊 很重要的 有珍珠 更特別一點 是 因為鑽石就好像 好似很多錶都說 是啊 真的好美 是 真的好美 跟藍裝有固之而無不及 除了藍裝是機械之外 我覺得這個其實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好 那或者看另一款款式 這個金色 這個金色 這個比較多 這個銀色 是啊 錶帶也是一樣的 錶帶也是一樣的 其他東西應該是一樣的 嗯 其他東西應該是一樣的 原來背舞面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經常以為 那些東西越彩色越好 嗯 但原來這些背舞面 你看到它暗暗的 有些光輝在那裡 但不會很出一坨色 其實那些是差的背舞來的 這個是A級的背舞面 就是最美 是啊 我對珠寶這些東西 你看到那些光光嗎 你看到 可能是剛剛的燈光 就是你看到很柔和 但比如說有些燈光照下來 你看到光光很厲害 那這些就是A級漂亮的背舞面 是 是啊 所以其實 看片的男士 都要對珍珠 珠寶 鑽石 黃金 那些有些認識才行 那背舞面 你說有A級 那去到多少級 去到多少級 啊 通常我只要看A級 不漂亮的東西 我都不看 比如說鑽石 那是甚麼顏色 那你也要認識一下 OK OK 下次考慮 我去海邊問一個漁夫 一會兒 漁夫說沒有吸 漁夫可能不認識 是的 那還有 有這兩種款式 那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你看看 好像感覺上 就是這隻金色的出色 那個效果 是 比較顯眼了一點 因為 那本身是珍珠 是 珍珠色 加上一些 金色 你講了一件很有智慧的東西 珍珠有珍珠色 魚有魚味 哇 你可以做飲食節目 對不起 我太累了 現在沒甚麼詞彙 不要緊 不要緊 好 其實呢 你可以做情侶錶 對不對 現在男裝40mm 女裝36mm 其實可以做情侶錶也可以 但設計很不同 真的跟我的牌子 不要緊 Doxer Doxer是1889年成立的瑞士牌子 肯定信得過 而且不要緊 就算她不太像樣子 但你買給我 我也會當情侶錶帶 原來這才是你的主要目的 這樣說 到最後 真的很興奮 上次我來這裡 介紹父親節優惠 那些優惠很划 所以很多人上來看優惠 這次又想介紹這個優惠 你覺得這些優惠 瑞士百年老牌的機械手錶 這些男士手錶 當然用瑞士機芯 當然 而且剛才說背舞 又說珍珠 你覺得這些優惠 應該值什麼價錢呢 幾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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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對 我相信這些優惠 定價我沒有在手 不過我相信這些優惠 都要五六千 或者六七千的價錢 對 瑞士錶都差不多 對 瑞士錶差不多 對 瑞士錶差不多 但是現在 這裡六款錶 六款錶 或者 價錢 都是劃一 二千六百八十港元 這麼便宜 二千六百八十港元 這算不便宜 是不便宜 我也覺得便宜 真的很便宜 沒錯 所以特地叫你來看 因為你覺得便宜真的便宜 真的 真的很便宜 其實 對 還要是自動 對 這四隻自動 這兩隻就是 有珍珠和背霧面的 女士手錶 對 但全部都是二六八零 對 今天又不是父親節 又不是母親節 算了 有優惠便算了 不要管它是什麼節 我不知道是什麼節 總之就是 有特別的優惠 但是 數量當然是有限的 尤其我聽聞 這一隻是最少貨的 是嗎 好像有幾隻 這些可能是多一點 其他就多一點 但是 官乎上次的標誌上來搶購 其實可能都要快的 對 都要快 而且現在更好的是什麼 更好的是 原來現在在這裏 在這個showroom那裏 你買錶 買滿五千元 那就是說 買滿五千元 其實這裏買兩隻錶都過了 是的 譬如說你這兩隻錶 買了 已經過了 或者你兩隻藍莊錶 總之你買這裏買兩隻錶都過了 過了五千元 就會送一個特別的禮物 什麼禮物 什麼禮物 通常這些禮物 沒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你裝一下 這個是神秘禮物 記不記得 什麼 咦 看看 咦 有條錶帶在裏 難道送錶帶 但有些重量 但是 剛才負責人說這個是神秘禮物 是啊 所以我 好像是一隻錶 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 但我看到好像有些錶帶的物體出現 你給我看看 不要了 總之 現在就是 如果大家上來 可以以這個超優惠價買這隻錶 還有如果你買滿五千元 還可以 嘩 有些重量 讓我摸一下 咦 是 嘩 是有些重量 不單是錶帶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很神秘 是的 所以買滿五千元 還會有這個神秘的禮物 哎 不要懶惰神秘 哈哈 就是想別人看一看 不如有神秘的禮物 是的 所以整個套裝都是非常之急 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我們都說了20分鐘 不如我們不要再說了 不如我們賣錶算吧 在這裡選錶 隨便吧 這隻 好了 明年的父親節禮物 喂 明年 不是 明年的生日禮物 喂 明年父親節有明年的優惠 你不要再拉過來說 我已經過了 父親節 已經過了 好了好了 其實我想你還是想自己看看錶 好了 現在這個showroom只有我們兩個 慢慢看錶就可以了 OK 好吧 我想差不多了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 拜拜